好 感觉怎么样 好刺激啊 我说晚安 但是我怎么会在这儿 别装了 刚才你才说过 如果有人来问起你的病例 就让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因为你怀疑幕后黑手是身边人吗 放心吧 我会照办的 对 原来如此 迟墨已经深入调查三年前车祸的事了 对 上次开的药都吃完了吗 吃完了 效果还不错 我再给你开一下 等到你的症状冷冰了以后 就不用再依靠药了 好 我 我 吃磨 吃磨 我是不会放弃这个身体的使用权 懂吗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迟总好 迟总今天怎么了 迟总看起来心情特别好的样子 我感觉迟总今天别有风味的样子 别有风味 对啊 得了吧 人家是你上司 又不是一道菜 好笨蛋 好笨蛋 老板 怎么是你在这儿 好聪明呢 老板 你忘了吗 遥光深信的发布会议结束 郝小姐就回美克拉美了 我记得 我记得 我就是说啊 这个工卫战士不用收拾出来 因为郝小姐随时可能回来工作 这件事情你也已经嘱咐过了 工卫的一切都让郝小姐离开时候的样子 不准移动 对 我最近啊 工作太多 有点累 那你继续工作吧 你继续工作室 没有打 老板最近是怎么了 好吧 完了 完了 完了完了 你在这儿的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吧 这么多短线 迟墨 你跟郑宝珠订婚了 不是啊 我不是拒绝他了吧 什么时候是 迟墨 迟墨 你真能跟 怎么办啊 你跟郑宝珠订婚 你我的身体跟郑宝珠订婚 大哥 聪明怎么办 你没有想过 我来跟聪明解释一下 我就是迟墨 迟墨就是我 迟墨你告诉我 怎么跟聪明解释啊 好 来了 我 我警告过你呢 你是我情敌 我剑一次打一次 情敌 我是你情敌 你几个意思你 我不配合你情敌吗 我是聪明青梅竹马的未婚妇 好了好了 别闹了 我找聪明一点事 上去 你到了 聪明 这 迟梦还是聪明小 这不是说好公平清晨的吗 这聪明每次都拽他不断 我是怎么回事 哥们儿 哥们儿 你得承认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我去 齐木 你玩够了没啊 我不是齐木 我是宋晓晓 你那天装宋晓晓的时候 这已经被我发现了 我好不容易才没有那么想宋晓晓了 我发现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子来整我 不然我永远都忘不掉宋晓晓的 你为什么要忘掉我啊 我一直是好温蛋的宋晓晓啊 你叫我什么 好温蛋啊 真的是晓晓 真的是晓晓 好温蛋啊 卢甲包换 那你告诉我 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跟我说了什么 我叫宋晓晓 记住我的名字 你真的是晓晓 你真的是晓晓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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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想你啊 我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了 我是不是回来了吗 对了聪明 你刚才说 池墨她假扮我接近你了 你不知道 昨天的KTV 池墨扮成你的样子过来 不过她演技不合格 说了一堆只有我和她才知道的事情 一下就被我识破了 看来 池墨真的对我的聪明有企图啊 对了聪明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道歉 我不知道池墨跟郑宝珠订婚了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她一意孤行我 我知道 自从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其实是一个人之后 我也想了挺多的 短短几天 我今天是把一辈子的脑容量都快用光了 我之前想 要不干脆就把你忘了吧 但是刚刚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样想根本不实际 所以我现在只想好好地跟你在一起 不管你什么时候再会离开我 在那之前 我都会好好珍惜的 聪明 我也答应你 只要我再一天 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对了聪明 咱们订个暗号吧 暗号 嗯 你是小朋友吗 为什么呀 你想啊 池墨那小子现在学坏了 他敢冒充我 对 这次是他演技不好 被你识破了 但这东西练练就像了呀 咱们如果有个暗号 一对 咱们心里不就有底了吗 对啊 怎么那么聪明 我怎么没想到呢 你以为你好笨蛋的名号是浪得虚名啊 好吧 那想个暗号 暗号 天王盖地虎 宝塔正蒙巴 什么 换一个换一个 天王盖地虎 小小镇池墨 好不好 小小镇池墨 池墨要是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暗号 可要掐死了 天 他 他掐死我之前啊 他早就被气死了 我说啊 别忙我了 我家这墙 可影响我可好 不是 他们俩现在 孤男寡女干层烈火 现在还共处一室呢 打住 打住啊 再往下说 就该有十八镜的内容了吧 要不这样 你在我这儿呢 再拍一个新的恋爱图 我呢 就从 星座呀 八字呀 各个方面 给你找一个 更配你的牛 怎么样 我不要 我就要我们家聪明 他又聪明又好看 谁都比不上 又聪明又好看 你瞎呀 不是 不过我也不差呀 像我这么英俊又猜 哎 言少有为的大好青年 哪是那个大骗子能比的上面 韩老师啊 你放心 这聪明 最后一定会选我的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不光瞎 耳还背 算 算 算 我不跟你说 你等着瞧吧 我接着打扮那个什么叫宋小小的 然后跟我们家聪明单独约会 嗯 聪明啊 趁我现在身体还自由 咱们好好约个会吧 嗯 嗯 那咱们就把所有好吃好玩的 统统玩个遍 好不好 嗯 我也去 走 哎 这样不好吧 唐花第一次来北京 我们应该带她去 去长城玩 长城好晒的 大耳天的 不如来泳池呢 嗯 好吧 哎 美女 那边那个披浴巾的 我给你十万块钱 你去搞定她 嗯 你是养珍珠的 不如你看一下我的珍珠耳环怎么样 嗯 好 很好 那你说是这个好呢 还是这个好 都好都好 晓晓 唐花她 没事吧 她那里有什么事 到底哪个好啊 她都挺好的 真的 没有 说不定啊 她现在心里都乐开花了 你这个老乡 啊 好了 别管了 教你玩个游戏 哦 玩什么呀 把手伸给我 嗯 一只 嗯 嗯 这就对了 你是说 这些东西 是有人放进你心想的 是 此人一定是知道 我对小姐您忠心耿耿 肯定会来告诉你了 这些照片 都是从池氏一路跟拍的 绝对不会用错 赤墨 赤墨 你为了那个女人 还真是花样百出啊 陪完了女朋友 你该办成正义事了 赤小默 赤小默 别说宋大爷我没帮你啊 进来 施总 你找我 股权收购的事怎么样了 这是策划书 虽然困难重重 但还是有收获的 你看不看吗 不认识了 没有 没有 表哥 你来 你看啊 咱俩是亲人 是有血缘关系的 你也知道 现在我周围能信任的人 也就只有你了 所以我希望你帮我盯着一些 背后有动作的人 好吗 应该的 这是我分内的事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忙去了 金秘书 来我办公室一下 进来 老板 你找我 金秘书 你看啊 这三年来辛苦你了 但是把现在公司状况版出 我想请你为我继续效力 老板 您的意思是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一些 我不太好出手的人 行 去吧 你不太好 你也不太好 我老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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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迟墨和你男朋友宋晓晓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是吧 你都知道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几个人 你们这一对狗男女 玩得真够高级的 还说什么 迟墨跟你男朋友长得像 我居然一直被你们怯着鼻子走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郑小姐 你听我说 迟墨 迟墨还这么做也是有内情的 下次我泼的就有硫酸了 让你再喝 谁说多看寒志没有用 好在我聪明 好你个迟墨 我就说你对我们家聪明不坏好意 这就不能放 迟墨 师母 我要把这里关于我们家聪明的一切 统统抹掉 不能给你留可乘之机 郑小姐 又收到了 又是这个生命人 这次是池总新出医院的照片 可是这个人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替我查查 这是什么药 这是这种国外抗抑郁的药物 这种国外抗抑郁的药物 只要用于治疗抑郁症 还有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 迟墨 你回来了 你在这干吗 宝珠 别碰我 我怎么会在这儿 难不成 迟墨和宋晓晓是同一个人分裂出来的 两种人格 迟墨和你男朋友宋晓晓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是吧 你都知道了 不过我希望你听我一句劝 事情的原委 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你给我找那个姓韩的淘宝店主 我要见他 是 喂 那烟花订好了吗 好好好 一定要准时送到 千万别迟到 不早不晚才叫浪漫 早一步晚一步 那都是事故 你 把那边整一下 还有你 那边也摆一下 郑小姐 想和你打探个消息 废用随你开 这 放心吧 和好聪明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知道 宋晓晓是什么人 宋晓晓是好聪明男朋友 这大家都知道 宋晓晓和迟墨是什么关系 你只需要回答我 他们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这 他们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人 怎么跟你说呢 宋晓晓又做了什么 难道 宋晓晓又做了什么 我要说 我做了什么 我叫你 你来自立的 那行人 又来自立的 作词